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饮 做灯饮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和尖红色的经常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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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七 出三次七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往外排出三次七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枸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枸气 出三次枸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赤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七 开始念双速度 还有延启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在 хок 龙肏肌尘蹈 没有信息中 在白色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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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白色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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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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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下面都是开始讲法我 其实这个法我 我们前面也抛弃过所谓的人我 然后对法的一种执着 叫做法治 无论是外面的既世界的一些物质也好 有情世界的一些形式也好 凡是除了我以外的 还有外面的大大小小的物质 或者说一些法觉得存在 觉得实有的 这样一种执着 叫做法治 那么这种执着从我们凡夫到 一直十地菩萨末位之间 都存在的 凡夫地的时候 当然像我们的执着一样 非常的粗大 然后到了一地以上 这种执着是越来越妙小 但是这种法治应该是这样的存在 也叫做它是一种所治障 然后它具体分的话 一般这种法的执着 它可以分一个粗的法我 还有细微的法我 就是分两个方面 那么福德法我 它也可以分一个边际 还有巨神的 边际的这种法治 就像那个小乘 他们通过宗派的原因 认为是细微的未成存在的 然后细微的一刹那的 无分刹那的形式就是存在的 这样的执着 叫做边际的这种执着 边际的这种法治 然而巨神的这种法治 凡是外面的七世纪的柱子品质等等也好 或者是一些形式方面的 各种心态的那些执着 它是一种巨神的执着 这是比较粗大的执着 所以这两种叫做 比较粗大的执着 然后细微的执着 也可以分边际的执着 还有巨神执着 比如说边际的执着 就是通过观察 就是通过理论进行分析 然后就觉得 这个柱子品质等 外面的色法的细微部分 或者是它的相 在本体上是存在 如果你这样认为 这是一种边际的这种细微的执着 然后还有一个巨神的执着 没有经过教理的这种婆媳 就是直接认为 有些色法为主的法相存在 这个执着 叫做巨神的一种执着 所以我们有些法执着 也可以分这方面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 抛弃对任何一个法 所有的这些法 可以包括在 心法和色法当中 心法和外面的这种色法 那么这些怎么不存在 这方面进行观察 观察的时候 当然有几种修行方法 但是最好法窝窝的时候 是用四种念处 现在法式翻译的时候念诸 但实际上都一样的 有时候说念诸 有时候念诸 那么这种四念处的方法来抉择 诸法空性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法无我 因为我们刚才所讲到外面的这些法 通过分析之后 最后觉得为不存在 觉得是空性激烈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金光明镜》当中说 无云色灾 无云色灾 观其空机 使命为法我 就是整个无云色灾的一切法 就像是犹如色灾一样的 然后我们通过 修行人的智慧来进行抛弃的时候 其实他的本体 也是空的 也是击灭的 这就是所谓的法 法无我的道理 在这样来了解 当然法无我的道理是通过四念处的方式来抉择 这是佛陀的教言当中最殊胜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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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深入法无我》 那么《深入法无我》分四年处 首先是讲的四年处 那么四年处具知分的身体不成立和知分他自己本身不成立 还有舍异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觉知 所以科判很重要的 而且无助菩萨的科判 真的里面很有非常细微的窍诀 希望大家一定要详细地了解 科判与颂词相结合 然后首先第一个具有知分的身体不成立 分两个方面吧 首先第一个是对境身体它本身不成立 还有执着身体是一种错误的 迷乱的见解 两个方面来抛弃 首先第一个也是分两个方面 对境身体怎么不成立呢 破知分相量的身体不存在 也就是说 知分相连接的一种身体也不存在的 然后身体与知分不相量 这个也可以说破除 与知分不相量的这种身体也不存在 两个方面破的 然后首先第一个 破各自分之为身 各自知分 我们有些人认为是身体 这种观念不合理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 但这个不合理的 然后这个身体 就是注意每一个身体的知分当中 认为的话 这也不合理的 还有这个舍异 从三个方面来破的 首先我们破 各自分认为这个身体 大多数都可能这样认为的 我们前面的这种抛弃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 身体的头发不是我 牙齿不是我 然后整个身体的每一个小的这些部分 不是我从这个层面来 去进行破斥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说是我 不是身体 不是身体 这里面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觉着法我和人我的 侧重边不相同的 这样以后 他这里说不是身体 平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不存在 也是身体应该存在 但是身体就是绝对不可能存在 身体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 虚妄分别所加历的一种概念 就是概念 就像我们世间人认为是车存在 但是车也是 未经观察的时候 觉得车确实存在 因为它的各种零件 集合起来的时候就成为车 不管是马车也好 轿车也好 什么样的车都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一定 一个一个地就开始分开 去观察的时候 每一个零件你不能称为是车 然后除了零件以外的 车的本体也是没有的 通过这种观察的时候 一定会是 知道 人们原来都是有个很大的误会 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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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察的方式好像前面 我们任无恶的时候 从上面开始抉择 分析 那这里从身体的下面 从脚开始进行分析 很多人刚才说讲的一样 认为是身体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 真的所谓的身体在我们平常执着的肉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身体进行观察 首先我们的主也就是说双脚 双脚一般是腿骨一下的整个部分 人们都称为是脚 那这个脚是不是这个身体呢 我们不能认为是这个身体 为什么呢 如果它是身体的话呢 比如说下面的双足看断了的话 就是身体已经断了 或者是下面这个脚的一部分呢 就是我如果认为是这个身体 那就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因为我们众生所执着的这个身体的话呢 它是完整的一个身体 就是它有头有毛 有上下皮肤 就是整个完整的一个东西 才成为是这个身体的 而我们光是一个脚症 或者是脚隔 这样会不会成为是这个身体呢 这是对我们的执着和 对我们所谓的执着的这种方式 完全也是不相同的 然后它的法相也不符合 这样一来 肯定不是身体 如果是身体的话 那我的脚有两只脚 那么我有两个身体了 但我承不承认 我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执着呢 谁也不会说 你一个人有两个身体 哪有这样 那就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所以呢 这绝对不是的 那同样的 以这种方式来 我们这个小腿啊 小腿一般从膝盖到脚 环骨之间的这个部分的话 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身体 然后这个大腿 大腿就是从膝盖一上 也就是说 这个佛骨盖之间的整个部分 也不是所谓的身体 然后这个药 这个药也不是身体 如果仅仅是药 是身体的话 有些人这个药很粗大 有些人药很细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身体的这种法相呢 就是身体的法相也不会具足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想得到 所谓的身体从时间上面 将是一种连续性的 然后从形象上面 它是整体性的 这样一来 与我们的自作 完全不相合 所以所谓的药益 或者小腿大腿 有没有单独身体的这种法相呢 没有 那么多则也就是这种法相遇 后的毫无法相与那个决定文能 所以我们有也要解决的是 我现在知道是组织的 希望判断是那些还有 其他决定的 Wille的 这种法相同就是 我觉得是的 这种法相同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前面的腹部和后面的整个背脊 还有腹部上面的胸部 以及鼻棒 我们所谓的胳膊等等 这些也不是身体 然后两边的内骨那里 还有双手和这方面的部分也不是身体 然后椰卧和肩膀等等 这些也不是身体 然后内脏腹腔和整个胸腔里面的内脏部分 然后上面的头以及脖子等等 这些都不是身体 在这个当中哪里有身体 大家一定要想到 没有观察的时候当然这些都是身体 大家都会这样想的 我的身体怎么没有呢 这些所有的综合实际上是身体 当然我们从名词上或者说语言上成为身体 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车的很多零件聚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它的这种方式 形状有一种特度的形状 不然你车的零件全部拉下来 然后堆在那里的话 我们会不会叫车呢 就是不会这样讲 但是它我们如果安装的时候 就是车轮放在这个车轮的位置 然后这样以后全部都是安装得很好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车 那身体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脚啊 树啊 然后所有的头全部都是切成一块一块 然后再放在一个大的茅毯上面的话 那就是你叫不叫这个身体呢 那个时候就不叫这个身体 就是说是真如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大年处经》里面的教言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有一种特殊的安装 就是把两只树放在树的位置 土放在中间 这样以后的话 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这个名字上也可以这样讲 然后我们内心分别念也可以这样说 就想 这个可以 说也可以 说想也可以想 但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真正人们平常所执著的身体的一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很多人一定要想 不管是造我也好 造所谓的这种身体的话 确实也是造不好的 这是真正的 怎么说啊 佛经里面的身体的地方 就是无我 就是无有身体 无有法 所谓的这个法 本来我们都认为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我存在 就是别的 那就是无法 更好 就像我们这种穿的 就是没想到那些 像的那种 这种 我可以说 就像我一样 你 这个 我们就像是 那样 那样 感谢观看 观看 下面说 颇生住于每一个部分当中 讲这个颂词 首先你所谓的这种身体的存在 是整个一体就是在存在每一个之分 还是每一个上面有身体的部分存在 就是从两方面来进行观察的 首先是第一个观察方法 就是有些人认为整个身体的部分 具足一个大的身体来覆盖全部的肢体 这样认为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 比如说我们在屋子里面有一大堆 什么卧菜 土豆各种菜堆在那里 然后有一个大的茅毯盖在上面 那就可以这个茅毯已经覆盖 所有里面的一些肢体的东西 分子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这样覆盖 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鼠 脚 这些各种肢体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身体 就是覆盖着所有的部分 有没有呢 我们继续观察 其实这是没有的 如果身体变住于一切之分 那应该我们通过眼睛也好 耳朵也好 在五根丝能发现 但是从色法上面 身影上面 味道上面 那除了我们的肢体以外 还有一个身体 就是覆盖整个全部的 我们根本没有发现 这个每一个人看得也可以清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部分 其实它安住在自己的位置上 比如说我们鼠臂 它安住在鼠臂的位置上 然后鼠臂以外 没有一个身体的整个东西 鼠臂已经依靠着它 或者与鼠臂无二无别的方式来存在 这个我们都不可能发现的 这种发现并不是存在而不发现 而是不存在的没有发现 就因为我们人死了也好 人活了也好 看鼠臂分析 分析的过程当中 除了骨肉的聚合以外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身体呢 绝对不可能有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车的零件 就是车轮上面也是有一辆车 然后车轮上面有一个车的整体的话 那一个人只要买一个轮子 再高速公路上跑就可以了 就不用卖车 因为车轮 卖车的话应该比较便宜嘛 所以很多人都是为什么卖车呢 就是没有必要 所以身体的这种质分 应该住在自己的分当中 那除了这个以外 你所谓的身体到底在何处啊 就是身体我刚才讲的一样 以无二无非的方式存在呢 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呢 或者在隐藏的方式 不让发现 现在我们有几个导游都是 天天讲硬币分的辩论 那么像硬币分的方式来不出面 他就做母后操作者 身体是不是这样隐藏着呢 绝对也是没有的 因此我们应该说是 现在三界轮回的可怜的众生 都是把乌云的聚合 其实执着为身体 这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就是在积学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菩萨关于身 如可众母相 经过加年者因此无主在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菩萨应该知道 是所谓的身体 其实就是雕刻的母土的相一样的 就是众多的因缘聚合而 而这个身体的什么骨头 乳 这些 就是以什么精 粘在一起的 粘在一起的一种假象的物质 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是 所谓的身体没有一个 像外道所说的那样是主宰物 或者是有一种石油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进行操作 绝对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即使迷乱的这些众生 他最珍贵的 最爱执着的东西 实际上是泡影一样 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道理 无量众生都是没有通达 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他们不生悲心呢 应该生起悲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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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树的话 然后树笔 树枝 那这样树枝的话 有五个树枝 五个树枝的话 光树上都是有五个身体 那么每一个身体也是完整的话 你的树上的字幕上面 也有眼睛 也有嘴巴 那就自己看了这个字幕都是也很害怕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得到 如果你的身体在每一个子分有一个完整的身体的话 那你的身体有多少个子分 不说我们这个别的光是我们的树枝有无数的微层组成的 那么无数的微层的每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身体的部分呢 肯定是 如果每一个身体的部分上面有一个完整的身体的话 那一个人就是不了一个身体了 有无数无量的身体 那这样是不是适合我们的执着呢 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一个众生 他认为我只有一个身体 从来不要说是无数的 我有一百个身体都是我 就受不了了 我不会这样想的 那这样 我们的心态和执着完全都是不相合的 因此说明 身体本体都是空性的 但是确实是有一种因缘 我们把它执着为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们摄意的时候说 内衣若无善 云合授有善 所以上面零零歪歪上上下下 以及东南西北前后左右 通各方面来进行抛弃观察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发现 外面的皮肤也好 肉当中也好 里面的骨髓 内脏当中全部寻找变了 就普遍地去寻找 最后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体存在 如果你总体的身体不存在 那它的部分 所谓的手 脚 头等等这些部分 怎么会有身体呢 绝对也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认为身体的念头 应该是假的 就像《圆解经》里面说是 妄为四大 为自相生 我们众生妄想 认为所谓的四大 自己想自生 同样的道理 这种破析方法 跟我们现在的观察方法 就是很结合的 所以我们前面应该了解到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到真的 身体就像虚空一样 不存在的话 就像佛陀在佛经里面讲的一样 观入身虚空 视为身念处 真正地观察到身体 像虚空一样 我们这个身念处的道理 完全明白的 当然 这样的道理 以前很多传承上师也是讲过 觉得法无我的时候 我们人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一个幻化师 幻化师 他通过他的一些不同的艺术 幻变大象军马 在这个之后 有部分的人 他的岩石被已经染上了 被染上以后 认为外面有思想的幻马 既有执着 也有贪知 然后华化师本身来讲 他虽然有显现 但是他贪知一点也是没有的 然后刚才他的技术 并没有染上 他的眼睛有一部分人 他既看不到一些香麻的显现 也没有他的贪知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骨肉 血液组成这样的身体 真正的凡夫人 凡夫人既有他身体的现象 也有他的一些执着 真正去他触摸 这样的话 完全是有这样的 然后作为一些菩萨 作为一些菩萨的话 虽然有后代的时候 显现自己身体的一些结构 这些显现有 但是他没有对身体的贪知 然后像获得了佛果 在那种时候既没有 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身体的显现 更没有贪知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 刚开始对无我法 有一点点初步地了解的时候 肯定既有他的贪知 也有他的现象 在这样无我的见解当中 我们进行修持的话 逐渐逐渐 我们的过患 或者自我分别忘年可以更出 所以 我们这个修行的方向 大家一定要定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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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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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